《華爾街日報》引述美國官員的話說 大約二十幾名美國特種作戰部隊和支援部隊的成員 正在培訓臺灣陸軍小分隊 另外 美軍陸戰隊成員和臺灣海軍陸戰隊合作 在進行小艇訓練 這些美國部隊已經在臺灣運作了至少一年 中共外交部曾發布聲明 敦促美國停止對臺灣的軍事援助 美國五角大樓發言人約翰·蘇普 沒有對報導進行評論 但強調說 美國對臺灣軍隊的支持和國防協作 是與中共對臺灣構成的威脅相匹配的 美軍在臺灣部署的消息去年曾有媒體傳出 但從沒獲得證實 而這次消息被證實之際 正是臺海危機處於40年來最嚴峻之時 中共在十一期間規模空前的派出150架次軍機 侵入臺灣西南防空識別區 同時在國內高調宣傳電影《長津湖》 激發民間又一波愁美心理 現任的中共當局有沒有武力犯態的意圖呢 原中共海軍司令部姚成忠孝認為 有 你加上習近平現在在國內的政治上 和各方面都出於威脅的情況下 他需要一戰 如果真的開打 中共真能攻佔臺灣嗎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王君濤指出 中共一旦開打 除了戰爭成本 還會有金融成本 其實美國不是打得了 打不了中共 是想必勝打的問題 美國現在內部分歧很大 如果它要真是在臺灣動 共產黨在臺灣打了一槍之後 今天的美國就沒討論了 什麼還有分歧 馬上就會支持 所以共產黨要考慮這一點 而且美國一直以後 它會在金融、經濟、各方面全面的封殺大陸 時事評論員橫河指出 中共一旦攻打臺灣 肯定在臺灣海峽受到非常強烈的抵抗 臺灣防衛的決心和防衛的能力 是應該是會超出一般人的想像的 那麼另外一方面 可能的國際軍事資源也不可忽略 你像六國聯合軍演 其實就明顯的有這個威懾的意味 目前 英、美、加日、荷蘭、西西蘭 正在沖繩西南方菲律賓海 舉行聯合演習 加強合作 以實現自由且開放的太平洋 此外 臺灣還得到越來越多的國際聲援 歐洲議會上個月壓倒性通過第一份對臺報告 支持在臺辦事處證明 並呼籲中共停止軍事威脅 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7月說 我們一直履行支援美國及印太地區盟友的協議 澳洲會一直捍衛區域內的自由